女人惊恐地发现 刚刚被自己杀死的家暴丈夫 静活生生出现在眼前 她被吓得瑟瑟发抖 但很快她就发现了不对 原来面前的男人正是已经被两人送出国的小林 可还不等她问清楚男人为什么在这里 文卫大叔却向此处走来 杨子只能先将小林带走 而她之所以如此紧张 都是因为害怕小林的身份被发现 原来就在两人做好决定后 芷美直接将杨子带到小林面前 并向她说出自己的计划 首先她会利用患有老年痴呆的客户 将一大笔钱汇入杨子帐户 随后再由小林伪装成杨子帐户 前去自助提款机将钱取出 紧接着再由两人一起动手 将家暴男杀死在家中 做好一切后 两人再趁着月色将尸体运到车里 虽然会被停车场的监控拍到 但只要两人可以挺过三周不被发现 那么监控视频就会自动删除 想好所有计划后 杨子也开始训练起小林 好在小林足够努力 很快便达到两人的要求 就这样两人的杀人计划也正式开始 虽然前期一切都很顺利 但面对突然惊醒的家暴男 纸美却害怕地将绳子扔在地上 好在杨子及时提醒两人才顺利得手 此时看着被掩埋的家暴男 纸美也明白只要将小林顺利送走 杨子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于是两人约出小林 叮嘱他用丈夫的护照出境时 一定要用右手签名 说完便将事先说好的报酬交给他 直到看见小林顺利离开两人才放下心来 接下来为保证计划万无一失 两人也对好口过 果然转天一早银行的人就找上班 询问家暴男为什么没有去上班 杨子根据两人事先说好的 声称自己也已经两天没有见过丈夫 随后他还装作不经意的提起 丈夫的护照与自己的银行卡物件 听到这样的话 同事也查出杨子银行卡的转账记录 结合家暴男的失踪他们也回应 男人侵吞客户钱财后出逃 有了这样的猜测 两人立刻前往客户家中 好在直美得到消息及时赶到 面对对方的询问 他也对答如流 然而就在两人询问客户 记不记得家暴男时 患有老年痴呆的女人 却什么都想不起来 这样的反应也让直美紧张起来 好在经过他的不断提醒 女人也说出家暴男曾在周四来过 得到这样的证实 直美暗暗松了口气 随后银行的人也交代直美 为不影响银行的声誉 希望他可以对外保密 而这样的结果也恰恰是直美希望了 但听到这个消息的姐姐 却始终不相信弟弟会做出这样的事 于是她找到杨子 希望她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就在两人说话时 姐姐也看到杨子脸上的淤青 可面对姐姐的询问 杨子却声称是自己不小心摔倒 此时心思都在弟弟身上的姐姐 也并未多想 随后见在杨子身上问不出什么 姐姐也只能选择离开 看到姐姐离开杨子 紧忙将姐姐来过的事告知直美 直美却安慰她不要慌张 只要两人坚持不露出马脚 就不会有事 奇料转天银行的人 却出现在婆婆家中 当看到男人拿出的照片 婆婆也一眼就看出照片上的人 并不是自己儿子 随后还提出自己一定要报警找到儿子 但这样的说法却被银行的人讽诀 声称如果将事情闹大 势必会影响银行的生命 听到这话婆婆也只能做罢 然而姐姐却并不认同 她认为即将要升职的弟弟 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于是她便私下找到弟弟的同事 将弟弟失踪前一晚的留言放给她听 同事也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认为侵吞财产 却去自助取款机提款 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 好像是故意让人发现一样 这样的话也让姐姐更加确信自己的直觉 随后她独自来到客户家中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但此时脑子不清醒的老人 早已忘记男人是谁 就在她以为又要无功而返之时 却让她看到桌子上的资料 里面正是弟弟为老人做的投资计划 这更加深了她寻求真相的欲望 于是她便找到直美和杨子 声称自己已经找到证据 证明弟弟失踪存在的疑点 随后还要求杨子配合自己 以前去查看公寓的监控录像 听到这样的要求 虽然两人都很紧张 但为不露出马脚 两人也只能配合 起料听到姐姐的要求 门卫大叔却称除非有警察配合 否则他们没有权利查看监控 听到这样的话 直美和杨子松了口气 他们的表情也被眼尖的姐姐发现 但她却并没有声张 只是留下去自己 一定会找到弟弟便独自离开 转天她就来到私家侦探社 希望可以在这里寻求帮助 然而听完她的讲述 男人却认为 弟弟的失踪很可能是因为女人 随后还交代姐姐 可以找到自助取款机附近的监控 看弟弟取完钱后 有没有见过什么人 听了侦探的建议 姐姐再次找到弟弟同事 希望她可以帮帮自己 见姐姐如此执着 男人也配合地 拿出照片给姐姐看 果然姐姐在照片上发现 与弟弟见面的正式直美 有了这样的发现 她直接约出直美 希望她说出与弟弟的关系 见直美迟迟迟不肯开口 她也说出自己的猜测 听到女人的话 直美也不知该怎么回答 好在客户及时帮她解围 可面对直美的离开 姐姐却说自己一定不会放弃 与此同时 一直忐忑不安的杨子回到家 却看到小林出现在眼前 为避免被发现 杨子只能将她带到公园 并劝说她赶紧离开 可男人非但不听 反而还向杨子表白起来 就在杨子不知怎么回答时 直美也打来电话 直接说出刚刚女人找过自己 声称在街上 见到与弟弟长得一样的男人 所以她怀疑是小林再次出现 但听到这样的话 杨子却选择隐瞒 自己已经与小林见过面敌事实 另一边觉得 自己已经掌握事情真相的姐姐 再次找到直美家中 询问弟弟的下方 此时直美也将计就计说出 男人不想再回来生活的决定 可对于这样的说辞 姐姐显然并不相信 她请求直美给自己倒一杯水 然后不动声色地 将窃听器安在植物叶子上 紧接着又说出自己很抱歉 便直接离开 此时对一切丝毫不知的直美 还在寻找小林的下方 好在经过她的努力 终于在客户那里 得到小林的地址 于是她便紧忙赶往酒店 起料就在开门的那一刻 却看到小林与杨子抱在一起 眼前的一幕深深刺激着直美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正因为杀了她的丈夫 而整天提心吊胆 她竟瞒着自己 将小林藏了起来 随后即便杨子想开口解释 直美也并不理会 转身决绝地离开 此时看着直美离开的杨子 也后悔不意 但沉浸在悲伤中的 两人不会想到 通过在直美家中 留下的窃听器 姐姐也知道小林的存在 随后侦探更是通过手段 查出小林的全部资料 听到男人说出的消息 姐姐才终于接受弟弟 可能已经遇害的事实 但她也发誓 一定要将真相揭开 可还不等她回家 就发觉身后有人跟着自己 出于好奇她上前查看 奇料对方却带着武器 还不等女人说话 对方就直接动手 好在侦探及时出现 才将行凶之人制止 可当摘下口罩的 那一刻姐姐却看到 袭击自己的 却是弟弟的前女友 女人嘴里还不停念叨 这是男人毁了她的一生 那个可恶的家暴男 此时姐姐也想起 自己见到眼角于青的杨子 她也终于明白 两人这样做的动机 随后她来到杨子面前 直接说出自己 已经知道全部事实 并劝说她最好自杀 来结束这一切 因为一旦被警察抓住 那么弟弟家暴的事情 也会遭到曝光 这样只会使得 自己的家族蒙羞 听到这样无耻的要求 杨子也第一次鼓起勇气反抗 她声称自己 并不明白姐姐在说什么 还劝说姐姐 如果掌握证据 可以前去暴女 恰恰是这样的话 也将姐姐激怒 她质问杨子究竟 将弟弟埋在那里 甚至还说出 就算弟弟动手 也不全是她的错 可听到这话的杨子 却依旧坚定地 称自己并没有杀死丈夫 气急败坏的姐姐 狠狠打了她一巴掌后 便伤心地离开 而杨子之所以 变得如此勇敢 都是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 让她有了好好活下去的动物 原来就在不久前 杨子查出已经怀孕 于是她找到 还在生气的直美 要她收拾行李离开 还说自己会想办法 处理好一切 此时还在气头上的直美 也直接收拾好行李 准备逃离者 可当看到杨子 送给自己的礼物 她却犹豫了 于是她找到杨子 想说服她与自己一起离开 并说出自己会与她 一起抚养孩子的决定 很快两人就来到机场 好巧不巧 却在这里看到 匆忙赶来的姐姐 显然两人的行踪已经暴露 这时杨子才发现 自己的手机被定位 好在小林及时出现 并送来两张出国的机票 随后还拿着杨子的手机 将姐姐引开 这样两人才得以逃离 此时冷静下来的姐姐也想到 两人可能会从 另一个机场离开 但还不等她前往 她发誓一定要让两人付出代价 可当她匆忙赶到机场 却发现 两人乘坐的航班已经起飞 虽然警察对机场全面不控 但还是晚了一步 此时无能为力的姐姐 只能充满懊悔地跪在地上 而芷美和杨子也微笑着走向新生活